但是如果到这个身后方的话 其实对于AD跟辅助有一些威胁的 想去找维恩 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找到了 会有点TP了 看一下布隆 根本就保护不了 他可以走还是拉去了 自己还是被哈马一手都点死了 最后这个姿态是血量太残了 哈马只不过就 用一个Q技能就拿下人头 是的 Total隔墙这个位置 可能也不太能够进去 像Raw大龙啊 没有C位的一个情况下 对的 你倒了维恩 这一下被Raw大龙 可能是死人 大龙可能是死人 但是Peper 被大龙直接强行扑了三口 大龙立功啊 MVP大 这个瞄准 长龙直接扑三口 现在其实VG一直想 做的就是把下落这边 直接就压榨过来 然后把节奏带到中路去 有机会其实让发条 再摸几下这个防御塔就掉了 如果正面能够直接 哎 这一波就把这果实炸掉了 再来同学里面打起来了 一开始前发的一个控制 小猫拼命的在做输出 crash最后一丝血 被SKs击杀 我好想射点什么 工资发的也多 对吧 六座防御塔 对一座防御塔 这个哪怕你正常补刀 我的单线英雄都要比你 多出半个装备的 巨霸皮卡丘 很快 应该是明要过去 过去了 一个人送了个老牛 这个牛头很恐怖 运输了一波牛肉 看下这个要开谁 先回来一个吗 要开大了 要开大了 小鸣 小鸣这边大招 减伤效果 还遭不住了 直接脖子打死了 这真的吃牛肉了 这边的话过来 想强行打这波小龙团 还有1000点血虾子 一个Q扯 应该是可以说 QQ输掉的 而且这边陆路 还在风筝着 对方的四元大将 后一句的话 感觉奥文机场没有控制 能够留下来一个人吗 QQ输入 因为他知道这波小龙团 一旦打起来 自己是必胜的 阿拉伦的时候 战斗能力太强了 刚才这个甲午前 为什么没有中到血 好像塔的血量 并没有受到损伤 由于奥恩绝大多数伤害 都是魔法伤害 这个绿甲对于奥恩的反制 也是非常高的 不过这一波的话 队友是在往上半区走 卡玛反完这个篮之后 下半区应该小心一点 因为他们的目的 应该是要去拿这个上二塔 对方一旦去抓帽子 那上二塔就直接放了 这边帽子一个人牵制着 对面所有人的一个兵力 好 开始大招 强行要留帽子 帽子这边的话 身上跌着感现 有个卡玛在完全不怕 继续往后跑 将是闪现之后 脱掉对方 所有人的一个注意力 自己队友开始 随随风的二塔 刚好这个大招 无法被控制的时候 是用这些大招 削了这个颜护的地 瞬间反应过来了 不然这一波 如果沙皇倒了的话 大龙哥真的危险 中路没有塔的情况下 利用复仇之矛的 一个大招去开 AJ塔下的桶子被剪掉了 但这个恶脸桶炸到 反手直接给大 AJ想要P一个单杀 吸烟这波选择走 这 休息休息 并不是你按今生 也可以经常脱鞘油 卖了一个萌 Amy好像在偷小五千锋 是 这位置是 看到对面打小龙 然后抓了一个对方 上半河道的视野盲区 配合上UT的这个 赵老包直接过来 把小五千锋偷掉了 还不错 这波非常不错 老格丁是抓住机会 先把能打的东西拿一拿 被发现了 但是已经打完了 哎呃 呃 呃 错了吧 我觉得是扫描 他是 他是以为自己没捡到 然后想开扫描 把那个眼排了 但是其实下游前锋 已经捡到了 完了 这个下游前锋 就很没谈面了 这个下游前锋 被一个马尔扎哈的虫子 吸引了 你敢信 哎呀 这个虫子竟然在拍 马尔扎哈的那个虫子 都是虚空生物 本是同真生 所以容易被吸引 有一点显现的点就在于说 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传掌的单推 嗯 传掌单推的效率极好 小兵和桶子重点在一起 我知道 哈哈哈哈 我只是在想俏皮话还没想出来 哇 要被保持开的农石 那时候本是选择直接反盖 反盖的东西也不错了他一颗大招 然后传掌后面一个桶子也过来 他不打满了被动以后把人给离坏 击垮敌军 消除不公 正义的惩罚 我喜欢挑战 在了塔姆的肚子里面 圣强阁看下这个血量 走位扭开了一个大招 但是扭开黄机这个杀兵的戳 这边也戳出了 轮手一个闪现 EZ这边单吃了一个塔姆 iBoy上来了 这波追击打的配合成功 也是用Snake继续来推中路高地的愿望 给中断了 到这波是直接进来 而且是开始顶塔拆了 刚才那波桶子野区 1DG的阵型 被完全全分合为两开 被SS这边各个击破 VN在各个击破的时候 完完全全发挥出了自己英雄的特性 而且难道是要一波了吗 这个时候复活的时间还非常的长啊 赶紧上来 麦斯的身体 瑞有能够挡住吗 挡不住 遭到团面 Snake是一波击破了1DG的基地 恭喜Snake捍卫了自己主场的尊严 不容易不容易 拿下了本赛级的首胜 是的 拿下了自己本赛级的首胜 同时也是重庆Snake主场的一个首胜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主要还是时隔一天 Snake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是有了剧烈的画风转变 是的 这几波大龙的运营啊 真的实际上咱们眼前一亮 不得不赞叹Snake 确实不容易 Snake今天在自己的赌场 可以说是写下了自己本赛季第一场的胜利 而且两场打得非常的好 好的 感谢长毛 感谢多多 恭喜Snake获得了主场的胜利 让我们的赛后采访嘉宾和所有现场 以及现场的召唤师们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Snake AD Crystal 欢迎雪晶 欢迎Crystal 获得了主场的首胜之后 赢来了胜利 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 此时此刻非常激动 非常开心 而且还是赢得EDG 其实刚才在后台的时候呢 我跟Crystal Crystal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我第一次看见他这么的激动 平复一下心情 那么再次恭喜Snake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那么也感谢Crystal 接受了我们的赛后采访 那么我们把画面交还给 谢谢说起 谢谢人 谢谢Crystal 我们带来赛后采访 你可以看到出来Crystal 他真的很激动 是 180分 他真的很激动 而且他就是 整个人就是感觉激动的 话都不好说 哇 都没一一地址了 他骂了几年了 这个 对的 好意思呢 昨天我这里就这么 أعten了 我们在这里就放了 来看看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